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6月10日 今天还要接着来谈谈香港近期的动向 我们知道6月9日 香港民主战线组织的这次大游行 规模空前 人数暴升 据报道是103万 但是中共对官方的媒体操控下 现在披露一个数字 说是香港警方统计才24万 而且在星期天这一天 还有一些人是叫知识 这个中共主导下的香港最逃条列 它有一个组织叫保公义 逞修炼大联盟 据说这个大联盟有73万人 连署签名和支持政府 所以说现在这个消息看来 这个各方说自己的一种想法 自己期望的一种想法 那到底事实是什么 我们相信呢 每一个不是在封网情况下 能够直接收看海外的一些自由媒体 在现场上直接目击的这样的一些媒体披露的情况 都知道了这次大游行 的确是反对这个追逃犯条例的 还是占大多数 但是呢 6月9号当天晚上呢 这个香港这个林郑月娥 这个特首已经表态了 还是非常强硬的 特别是紧接着 今天我看到 外交部新的发言人耿爽 发表了一通言论 这个也就可以表明 中央政府是坚决的 要推动这个两个条例 而且把这次这个游行 归罪什么呢 境外的这个西方的 这个反动势力 分裂势力 这个历来中共都是这样 只要有事 去把你和这些西方所谓分裂士 给它强行的捆绑到一起 用这种虚假的言论 来欺骗国内的老百姓 挑起什么呢 庸俗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 因为中共这个建政以来 70年都是愚民政策 左右了很多的不明真相的老百姓 老百姓在这个墙里面围困 这个没有知情权 也没有表达权 完全是在这种非常茫然的 这样的情况下生活 所以说很容易鼓动起来一些民众 这个在爱国这个广子下 这个旗号下 这个站错了这个方向 站错了这个队伍 那么这一次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6月9号之后 官方马上的就在这个舆论方面 掀起了一波浪潮 今天看到了海外的这个多维网 明显可以看到中共在海外 一个宣传阵地了 过去有些报道看来 它的这个战队的立场还不太清晰 有的时候还发表了一点 就不同的声音 显得好像比较总理 实际上一看这个背景 肯定是这个中共这个官媒操控的 那么今天看到了博讯的博讯网 就发表了另外的一些消息 那么文学城也发表了一些消息 现在实际上在海外 这个网站真正的反共的网站 这个没有多少 大部分呢 这些官方操控的 通过各种这个人脉关系 操控的媒体都很多 你像这个多维网 现在发表文章是最多的 有些文章从写作的手法来看 那是比较老辣 有一些人肯定是资深的 这样的媒体人士 只不过是在为这个中共 这个舆论宣传卖命 那么今天看到了 网络的消息最大的一个收获 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明确 昨天我讲到 希望习近平及其团队能够顺应民意 现在看来 他是绝对不让步 绝对要是这一 这条道一直要走到黑 要跟香港的民意 这个对立 这一点与2003年截然不同 那个时候 这个不管怎么样 江泽民这个势力也好 还是胡锦涛这个势力也好 多多少少 有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所恐惧 看到这个关于这个基本法 23条立法 遭到50万人的反对 他们就感到紧张 马上这个暂停了 那么这一次 这个100多万啊 没有撼动 中共极权统治者的决心啊 那可见要狠狠地碰一下 那将来怎么样 很难讲啊 看看下一步 随着中文贸易战的发展啊 那么到底是 是什么状况 本人认为 中共这种极权统治啊 已经走向了末路了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一点都不奇怪 或许是些好事啊 早一点 让他走向这个坍塌啊 实现中国人民 一种梦想 民主和法治的梦想啊 那么今天也看到 网络的消息说是 韩国瑜啊 他要在2020 要参加大学啊 这个人物 我过去在视频节目当中 给他多次的这个表扬和认同啊 因为他还是有些特点 我看他网络的消息 讲韩国瑜啊 关于这个香港这一次 这个6月9号大游行 他也表达了他的看法了 刚开始的时候 据说他在一个赛龙州的会议上啊 端午节的会议上 当时这个讲到自己不太知情啊 后来马上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啊 和想法 他的观点呢 概括起来就四个这样的支柱 所谓支柱 他就认为香港 有四个支柱啊 一个是法治 一个是联能 一个是自由化 还有这个效率啊 也就是香港这个不管怎么样 他有终身这个司法权啊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言论自由啊 所以说另外他提出这个三个 这个坚定啊 坚定的不变 也就是什么的中华民国 他说这是主权国家 这个不变 第二就是民主制的不变 还有生活方式不变啊 他的观点非常明确 他也抵制一国两制啊 我认为他这样讲的 对他下一步竞选2020 这个台湾那个总统啊 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韩国瑜 我认为他这一段时间的言论呢 最可贵的我认为啊 就是他曾经提到过 随着这个中国大陆啊 老百姓这个收入的提高 将来也会要求 这个民主的权利啊 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啊 这一点与这个 这个国台民是不一样 而且他提出台湾的安全靠美国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台湾如果没有美国这个 在背后支持啊 很快大陆拿下他就很简单了 那么当然了 台湾的老百姓肯定是 这个大部分人啊 还是希望这个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啊 这种民主制度啊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韩国瑜究竟这次能不能当选 我认为他有很多的亮点 那这次他对这个香港的6月9号这个活动的评价我认为还是比较这个清醒啊 比较公正啊 那么与此同时 蔡英文在前几天大胆的啊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段视频讲到这个103万人啊 这个迅速的这个停止了抗议啊 结束之后啊 大部分人都回去休息了啊 但是呢 有数十名啊 年轻人 这个比较激进啊 这个和警察发生了一些对峙啊 也有呢 规模比较小的啊 这样肢体冲突 我对这些 这个年轻人啊 有一个纵高 就是说一定要保持 和平理性 非法力啊 而且 该撤就要撤啊 干干净净 尤其是还要把街道清理的 这个卫生高 不要和这些警察发生这个冲突啊 因为年轻人都是这样嘛 有的时候学习放纲啊 为这种理念 有的时候 真是这个义无反顾 精神可嘉 但是由于导致失去理性的行为啊 说不定有些做法会被啊 这个有些人 也信价啊 要镇压这些强硬派 抓住口实啊 所以说年轻人 我认为彻底是对的啊 那么但是啊 作为警察应当 要保持理性啊 要善待自己的老百姓啊 那么看到昨天 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很为 为这些孩子们感到 这个担忧啊 我对这个香港的独立 是吃反对态度的啊 但是对香港的民主 是支持的 如同对待台湾一样啊 将来中国一定要 建成一个 统一的啊 民主的国家 既有就大陆人民 拥有这个 宪法给予的啊 所有的言论自由 这个权力啊 四方要独立啊 人民要追求这个 健康美好 公平的生活 另一方面 要保持啊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啊 因为这一统 也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么今天 也看到网络的 这个另外的一些 和这个香港 有关系的消息啊 这个就是什么 肖建华 似乎因为这次事件啊 6月9号的事件 使人们忽然间 又 毁念起来 为什么毁念他 因为肖建华 我们知道在2017年 1月27日啊 就是在香港 四季九季 原本他 他以为这个地方 非常安全啊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忽然人间正发了 那么后来 已经证明了 他被 这个中共的 这个操控下的 攻坚法司拘捕了 那么这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 媒体开始关注 那就是因为 现在呢 中共 这个部门的 攸关部门啊 已经非常明确 对6月9号 这个考虑啊 他们不会示弱 要坚持啊 也就是逃犯条例 即将出 那么也就可以预期啊 将有新的一波 移民潮开始了 也就是香港人 一看 大陆太厉害了啊 共产党管司法呀 将来 说不定 牢狱之灾 牢狱之灾 落到头顶 所以很多人 就会纷纷跑路啊 所以可以预想在 未来的弱感年当中 那么香港人啊 会像以前一样啊 这个逃离 有可能将来啊 遭受灾难的香港啊 所以说 人们有联想到 肖建华 肖建华 你想 他是在 这个世界 还没发生之前啊 也就是逃犯条例 还没有 那么但是这个人 在四季有间啊 就 忽然间消失了 而且他本身来讲 拥有的个人资产啊 一万亿啊 这个钱多的 说心里话 太多太多了 这是富可敌博呀 那么最近有一条 非常敏感的消息 在六月九号啊 看到网络的消息 说是 这个包商银行啊 现在已经被中共 接管了 我们知道 中国银行 银保结会 实际上就 中共操控下的 这样的机构啊 共产党操控 不仅是意识形态 不仅是公监法司 还有金融啊 所以一句话啊 那么就是 肖建华旗下的 包商银行啊 已经现在变成 国有化了 那么当然 包商银行以前呢 他这个股权 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九 都属于肖建华的 肖建华这个旗下啊 叫明天系 下面有很多的 金融机构啊 其中有这个 违法银行啊 派安银行 等等啊 也就是说 他这个金融的 这个体现 非常的庞大 非常非常的 这个富裕吧 在2015年的时候 曾经他搞了一个 这个股市的政变啊 搅了一塌糊涂 我估计在这件事情 可能可能是 触弄了中共 这最高的领导人 所以说 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呀 别看你藏在香港 一国两制 这些东西 完全丢到脑后来 警察过去 把你一说 头一蒙 用一个 这个 给参集人准备的车子 把你推出去 然后就送到这个 某一个地方啊 坐上快艇啊 一个小时以后 你就到了解放区了 解放区的天是 红色的天 解放区的地是 红色的地啊 红色恐怖这个厉害啊 你再有钱把你丢到卡手所里 一关啊 饿你一个星期啊 找不到北啊 有钱也没有用啊 那些数字啊 这个叫一万亿啊 不为你服务 不为你掌控 那肯定是 就过言言语了 所以说 这两年多已经过去了 小建华 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 选判啊 那非常明显 小建华 下笔期 已经被中共啊 实际上都已经操控和接管了 因为你想老板失去的自由 旁边就是做案组啊 做案组啊 做案组每天都会你软正解释啊 一部人是拍足的瞪眼啊 显示强硬啊 甚至搞不好 搞点兴趣逼供 也说不定啊 另一部人在装了什么 这个何语西风的啊 这个在售卖你啊 劝告你啊 在这个打这个感情牌啊 什么夫妻牌啊 情人牌啊 这些东西 远硬皆是 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金刚不外神啊 说心里话 一个月两个下来 精神就拖垮了 所以想过去在这个 生意场上叱咤风云 富和低沟的小建华呀 胜过吴小慧啊 但是他已经应该 明白了 吴小慧 现在已经判刑了啊 我们知道 判了有期徒刑18年啊 就等于杀掉一样 枪毙是什么呢 枪毙你的肉体啊 判刑是什么呢 是杀掉你生命的一部分啊 你想人生有几个18年啊 就等于死掉了一样 财产几乎全部抢光了 已经被拿走了啊 105亿啊 财产没有了 共产党没收了 那么肖建华呢 一万亿啊 我相信啊 将来也是 可能类似一下 这个吴小慧一样啊 只不过是 这个据有关方面 这个透露的消息啊 说肖建华在这个 计压期间啊 积极的检举揭发 金融界的大佬啊 就过去和他合作这些 什么江派啊 什么 这个胡派啊 方方面面的腐败分子 有立功表现 而且积极的配合 这个专案组啊 处理财产 就说你们说 这个财产怎么算 就怎么做啊 你们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态度非常好啊 刚开始很强硬啊 觉得自己手里有钱 这个财打其出 后来也是知道了 自由比什么都可贵啊 没有了自由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说肖建华不得不妥协啊 配合得很好 再检举监法塔别人 然后下的这些 他控股的一些产权啊 从属 按照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啊 从属啊 那自然而然啊 有关方面可能 对他这个案件 说不定就会轻判啊 所谓轻判也就是 你必须像徐翔那样啊 上海这个习公司 那个徐翔判了六年 没收了离一百 也是一百多亿啊 态度比较好 交出钱保住命啊 所以说肖建华这一次 说心里话 我想他肯定是 在医生来讲刻骨铭心啊 过去可能他认为 钱比什么都重要 只要有了钱 可以指挥千军万马 什么当官 哪个习派 是江派 是胡派 不管什么派 他都能够打通关系啊 那真是手眼通天啊 但是呢 一旦共产党和你翻脸 只需要三分钟 翻脸之后 那真是 你再有钱 他把你放到这个 把你的自由一剥夺了 很快精神就狂了 所以说肖建华 这个目前的情况下 是属于软禁的 表面看 他肯定是比我们那时候 走大牢的时候 待遇好得多啊 因为毕竟是亿万富豪 说我应该还放到 这个星级酒店里 给那个小房间了 每天可以上上网 按照中共的要求啊 调动调动自己的资金 转来转去 总是私财啊 民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啊 而且还有冠冕堂皇 我看到网络消息讲的 所以之所以把这个包商银行 接管是因为什么呢 它存在着信用风险 但这些东西都是共产党操控 告诉共产党这个媒体 想说什么都他们自己一句话 我看到今天多伟啊 也在配合这个 这个这件事情的处理啊 他用这个词句什么呢 就是呀 这个明天戏呢 叫速身转型啊 速身 为什么速身 我想是因为把人抓进去了 每天可能是这个饭菜的质量 不如以前了啊 过去都是山珍海味 但是很挑剔的 现在的残堂剩饭 什么都是好东西啊 在这一点上 本人都有深刻体会啊 过去在香港文汇报的时候 说心里话 经常参加一些这个应酬啊 经常有些业会啊 有很多人 很多老板请我吃饭 我都未必去给他面子啊 但是一旦抓进去之后 那真是饿你一个 三个月五月之后 你见的什么东西 都是狼屯虎咽 所以我这个获吃之后 近些年来啊 参加一些这个party啊 有的时候 我看难道好吃 还是感到很这个 吃的吃相还是很难看 就是因为什么 就牢狱自在啊 这个太亏了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 我曾经基本上 没有看到绿色的蔬菜啊 这方面的故事 过一段时间 我会专门搞个节目 讲一下啊 那么到今天讲到肖建华 我相信啊 肖建华终于明白了什么呢 自己是谁 别人是谁 在这一瞬间呢 过去帮助那些朋友 基本上都消失了 无影无踪啊 不用说人理你 人家躲你都远远的 生怕战暴啊 好朋友啊 讲一起的没有几个 都是利用啊 那么从个人来讲 过去把自己看的 这是大老板 你想想拥有一万亿的人啊 该多大多牛逼啊 但是现在共产党把你一抓住以后啊 这个太厉害了 立刻什么都完蛋了 这共产党为什么他不放弃这个司法 党管司法 那就因为什么呢 他要不能放弃抓人这个权力 因为这个权力对共产党来讲太重要 共产党统治靠什么 靠的就是这个 所以说 一个人啊 当你被共产党投入监狱去啊 你每天经过思索 终于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统治这么久 就是因为什么呢 他一手抓住什么呢 攻坚法私 另一手什么呢 谎言和欺骗 这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制政权的转型啊 特别困难啊 即使是 米小建华藏在 藏在香港四级酒店啊 那现在只要你回到大陆 回到了解放区啊 那都是什么 严冬啊 所以说小建华这个案子 现在看来啊 根据网上的消息 就是官方接管包商银行 那就证明这个案子基本上了结了 也就是说小建华受伸了 可能也就伸个皮包骨头了 企业都没有了 钱也没有了 那么呢 只留下了这个一个 就是说残留的生命 下一波看共产党开恩啊 根据他这个积极监局揭发 这个对立派啊 看看贡献怎么样 贡献大 给个面子啊 判个这个十年八年啊 也就算宽待他 所以说你别想说是免于行事 起诉不可能的 你想你这么多的财产 人给你拿光了之后 天天和你谈话 在里面操控你 这些秘密 专案子不可能让你透露啊 所以说一定是尽量 还是要关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让你把这些秘密啊 都这个隐藏下来 所以说 中共这个司法呀 太黑了 所以说香港人呢 这个看到这个逃犯条例啊 就会想到 肖建华拥有一万亿啊 都是这个下场 何况你们拥有成 那么三百万五百万 一千万两千万的 你完全对共产党来讲 那收拾你们就是 那小菜一碟啊 所以说这次 六月九号这个大游行啊 充分表达了港人啊 对共产党统治的担忧和恐惧啊 所以可未来啊 肯定是香港这样啊 真的像我上次节目当中讲了 香港就变成什么臭港了 很多人就要离开香港 现在有很多的读者啊 给我写信啊 我看发到我信箱里边 包括一大部分香港人啊 写了很多很长的信啊 非常对不起啊 有些信件 我都看过了 但是我没有时间 给你们意义恢复啊 因为我毕竟年始已到了 能维持这个节目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所以说 我今天看到网络的消息啊 联想到肖建华 就讲了这么多啊 虽然还有很多内容啊 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啊 这个已经力不从心啊 非常感谢光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